今天呢买了五条野生的黄骨鱼 这里一共是22块钱 今天就用它给大家分享一道没有辣椒的做法 黄骨鱼处理好之后加入一点点盐 拍散的生姜和大葱 再来一点料酒 用手抓匀先让它腌制15分钟 接下来捞一点酸菜 泡姜一小块 再捞一点泡青菜 泡青菜直接把它切成片 大家也可以直接纸刀切 泡姜也直接把它切成片 再来一点葱姜蒜直接把它切成粒 锅里下入少许的植物油 然后我们再给它扣一坨猪油下去 猪油炒化之后下入姜葱蒜先爆一下锅 稍微煸炒之后加入酸菜和酸姜 炒香之后加入水 调味少许的鸡精 盐一点点因为酸菜有盐味 再来点白糖增味提鲜 再来上一点脑痰酸水 烧开之后转小火 先熬煮三分钟 把酸菜的鲜香味熬到汤汁里面来 酸汤已经熬来差不多了 接下来下入黄骨鱼 也就是黄辣丁 哎呀还在动 直接用中火煮六分钟即可 黄辣丁已经烧来差不多了哈 接下来直接出锅装盘即可 撒上一点性感的葱发 再来上一点腰腰的香菜 非常美味的一道酸菜黄辣丁就已经做好了 这是一道没有辣椒的版本更适合北方的朋友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试着做一下 下面就要开吃了 感冒了哈 现在只能用小碗吃饭了 感觉没什么胃口 这个鱼肉特别的鲜嫩 然后酸酸的有一点 尝一个酸菜看看 还行 不过还是没有鱼肉好吃 这个鱼肉特别好吃 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鱼这样的烧的话 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 因为黄辣丁 它只有一根主刺嘛 没有小刺 然后又没有辣椒 非常的鲜美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